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身體健康關注組 Owen 我有朋友 即是他突然手臂麻痺 去看醫生發現 原來血管塞了 要通波仔 那這位朋友是有先兆 如果有血管阻塞 不去處理的話 有機會有心臟病 如果血管塞得不太嚴重 食藥能否醫治呢 即是血管塞得多嚴重 才會做手術呢 今天就和大家探討 血管塞多少就要通波仔 歡迎介紹兩位今天的嘉賓 包括有心臟科專科 譚楚張醫生和香港中文大學 唐料及肥胖症研究所 黑座副教授史曼薇博士 歡迎兩位 歡迎先和譚醫生聊天 譚醫生 到底甚麼為是血管阻塞 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 血管 其實大家都知道 血管是分為動脈和靜脈 動脈就是我們的心臟 幫血透過動脈 把血輸送到身體其他地方 包括我們的腦 腎和肝 而靜脈就是血 如何由其他血管 回到心臟 這些血管 其實好像一條渠 久而久之這些渠 會退化、會阻塞 這些所謂的血管堵塞 會令血流出的心臟 會有阻礙 那是甚麼原因 令那條渠 渠濕了 其實渠濕的原因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的學名叫做 動脈觸氧硬化 其實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我們人類 長壽的障礙 那甚麼是動脈觸氧硬化 當我們出生的時候 寶寶的血管很光滑 是很漂亮的 但問題久而久之 我們身體會產生的退化 退化就是一些 我們譬如說身體的垃圾 我們譬如說其中一些 所謂的膽固醇 是 血塊慢慢慢慢 會堆積在血管內壁裏面 久而久之 這些垃圾、膽固醇 就會越整越多 越整越多 慢慢就會形成一個膽固醇斑塊 在血管內壁裏面 整整整整就會 令它越來越濕 是 好了 再嚴重一點 這些斑塊是會破裂的 破裂就像我們平時做運動 或者擦損 你看到我們傷口 血小板形成 就會令它結膠 是 如果血管內壁裏面 有這樣的破損 血小板也會累積 然後就會形成一些血塊 塞住血管 這就是形成 血管突然堵塞的原因 就是等於那條渠 突然有些垃圾會流出 流出 沒錯 明白 垃圾不僅是脂肪 而再結膠 做了舊膠的硬血 再塞多東西 就真的會爆裂 沒錯 兩種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對 那有甚麼類型的人士 容易患上血管阻塞的問題嗎 基於剛才所說的 這是一個退化問題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年紀大 年紀越大 血管退化越厲害 血管堵塞的情況 會變嚴重 除了年紀之外 例如我們膽固唇膏 低密度膽固唇膏 當它塞住血管 膽固唇越高 也會令到越多垃圾 流出血管內壁裏面 當然其他風險因素 包括高血壓 糖尿 吸煙 肥胖 或是有家族遺傳病史的人 亦會增加血管堵塞的機會 那中間的過程 有甚麼先兆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其實這個血管的慢慢堵塞 是會有一個過程 如果我們慢慢堵塞的時候 血管就會收窄 血管就會不夠血度 症狀來說 就視乎我們血管 是哪一條血管 我們說心臟的血管 腦的血管 還是腳的血管 或者我們今天集中說心臟血管 好 當我們心臟的血管 不夠的時候 就會出現我們不舒服的症狀 是 最典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心腳痛 是 譬如我們做運動 激起的時候 心臟負荷大了 跳快了 需要的養分多了 但是我們血管就有收窄 血不夠的話 心不夠血 不夠血就會有不舒服 包括心腳痛 氣喘 這些就是最典型的心腳痛症狀 即是拍劇的那些 突然激起 你的臭臭 很激心 就是那些 Oman 這件事可能跟飲食 不知道會否有關 先問問小博士 血管阻塞的人士 在飲食方面 他們是否有問題 其實無論是研究 在臨床的觀察方面 他們都有共通點 就是他們攝取的飲食 都是屬於高脂 是 特別是一些飽和脂肪 和反式脂肪 飽和脂肪 為什麼會影響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其實飽和脂肪 就會增加低密度的膽固醇 就像譚醫生也說過 低脂密度的膽固醇 其實是一些垃圾 其實也會容易增加 觸氧眼化的情況 因為飽和脂肪 就會增加壞的膽固醇 而反式脂肪 除了會增加壞的膽固醇 還會降低膽固醇 高密度的膽固醇 所以如果在飲食中 如果是比較高的飲食 也會增加我們 還足氧眼化的機會 另外還有他們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試食 纖維攝取量 亦是比較低的 所以如果這些飲食 久而久之 亦是越來越多的垃圾 在我們的血管裡 而造成剛才譚醫生所說的 中氧眼化的情況出現 城市人就特別多這些 可能有快餐 是 吃一些比較健康的 宵夜甜品 宵夜 一早有可能煎炸 對 問回譚醫生 如果想知道自己 有沒有那個血管弊塞 有沒有一些病徵 或者我們怎樣可以自己知道 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集中說心臟血管 病徵主要典型就是所謂的心腳痛 做運動、激氣的時候 譬如說心口不舒服、氣喘 另外一樣我都要提及的 就是所謂的急性心臟病發 這個我們叫急性血管突然間失去 這個其實更加危險 這個可以是毫無先兆 要突然降低就可以這樣來 隨時這樣離開 對 沒錯 我真的聽到這個案件 突然就離開了 所以來不及我便會激一下你 對 沒錯 激我了 其實說真的 血管阻塞是會引起心臟病 令心臟不正常 對嗎 嚴重起來 譚醫生真的會撤死 沒錯 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 直入心臟的徐戰器去預防 停在這方面做一個採訪 一起去看看 馬哈拉重男子30歲 貴馬考手在後撤死 19歲小年打完學後 貫毒癮撤死 男子連踩23日功 吐血撤死 好像越來越多年輕人撤死 看來我都要找個心臟科專科醫生 看看有甚麼救命東西 旁下身 心圓性撤死的醫學定義 就是在心臟病徵狀發作的 一個小時之內 發生突然非預期 非創傷性的死亡 甚麼年齡的人 都有機會患上心圓性撤死 如果心圓性撤死 一旦發生 其實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你好 陳醫生 你好 你好 亭妮 我想知道ICD的原理是甚麼 為甚麼可以直入人體 其實ICD 即是直入式的心臟復力徐漸器 大家可以看看桌上這個模型 它是一個默充發生器 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電池和電容 第二部分是雜成電腦 雜成電腦 雜成電腦可以偵測到心率 如果心率發生以上 它就會偵測到 而且自動放電去電擊心臟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部分 就是連接著一個 徐漸電極的位置 這個就是徐漸電極 在做手術的時候 這個默充發生器 就會經過一個微創的 局部麻醉手術 直入在皮下 通常會放在左邊胸前 鎖骨下方 這個圖顯示了 這條藍色的就是鎖骨下證物 這個儀器 就會安裝在鎖骨下的皮下造口 連接著的電極 會經過鎖骨下證物 放置到上肝證物 經過游心房進入游心室 所以最後這個電極 就會放置在游心室 但哪一類人是需要安裝呢 需要安裝徐漸器的患者 是不分年齡的 由小朋友到很高齡的老人家 都有可能需要 一般比較年輕的患者 需要安裝ICD的病因 主要是由於一些遺寸性的疾病 包括遺傳性的心律失常 遺傳性的心肌病 部分患者可能患有急性的心肌炎 導致心臟衰竭的心律失常 至於不長的患者 多數的病因就是觀心病 安裝後 對病情控制或預防 游死是否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沒錯 如果是高危患者 安裝了ICD之後 可以大大減低減死的風險 病者一旦發生了急性的心律失常 尤其是心室戰動 如果沒有即時接受搶救 每延遲一分鐘接受 體外的電擊步驟 死亡率會增加10% 分秒必真 另外,如果好像很普通人 即我自己 可能我都怕自己有事 可不可以安裝? 其實如果沒有心臟病的患者 就不需要安裝這些營氣 研究顯示 對於高危的撤死患者 植入了心臟複路徐线器 撤死的風險大大減低一半 而整體的死亡率 都可以減低三成左右 風險降低了很多 但哪一類人適合安裝? 如果皮下植入式的心臟複路徐线器 比較適合一些感染高危的患者 例如曾經有感染性的心臟複路 心反感染 或者曾經有試過起伯器 或者徐线器的電極感染的患者 第二就是曾經有 直入過經血管內 直入的徐线電極的患者 電極有發生過併發症 例如有電極斷裂的風險 皮下直入的徐线器 適合一些不需要長期依賴 起伯的患者 非常清晰 其實手術後 有沒有要注意些甚麼呢 手術後的護理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一個是傷口護理 避免感染 所以一般手術後的第一個星期 都是避免弄濕的傷口 預防傷口感染細菌 另外在手術後 要注意的是家居生活 一個電磁場環境 對徐线器的干擾 第一是手提電話 不要放在空前 在同一旁 如果趕電話的時候 用另一隻手拿著 保持手臂的距離 便會很安全 第二是一些比較高功率的電器 例如電鑽或電鋸 有摩打的 第三是電磁爐 如果家人喜歡火鍋 不要控制那麼近的電磁爐 平日常生活中 有非常多事情要注意 也要經常提醒自己 另外我也想知道 如果安裝了之後 是否不用你去 還是要換電池 安裝了之後 患者都需要定期的覆診 在覆診的時候 醫生會通過程控儀器 去監測除染器的功能 第一是讀取裡面的數據 一般來說 現在最新型的除染器 其實電設壽命 平均可以超過十多年 好,今天謝謝Dr.Chan 謝謝你 再見